未来要修车恐怕无法选用便宜的台制副厂产品了 原来B是原厂来台打专利站 控告国内的车灯大厂地宝的车灯设计侵权 而地宝一审败诉 对于消费者来说以大灯当作例子 进口车原厂要4万 副厂只要2万 如果民众修车只能找原厂 荷包一定会大失险 打开引擎盖检查破损零件 消费者为了捡便宜 在维修汽车时 往往会选择副厂间替换 一整面的雨刷 甚至是这个刹车皮 还有机油新头灯风扇等等的 这些你看到的 通通都是台湾制造的零件商品 因为物美价廉 甚至还会外销到欧美各国去 不过现在很有可能 未来这些商品通通都看不到了 原来就是因为 宾室原厂戴姆勒来台打专利站 控告国内车灯大厂地宝工业 车灯设计侵权 地宝一审败诉 二审则将于明年宣判 在国内业界投下震撼弹 门啊把手啊之类的 喷喷漆或什么的都OK 那大灯的话 比较屈多啊 就是副厂的居多 如果是用电子系的话 就是一定要用正常的 因为它很多东西都有保固 修车如果只能找原厂 花费一差就是好几倍 一般来说以大灯为例 进口车原厂四万 副厂只要两万 而后市镜原厂一万 副厂只要两千元 足足差了五倍 古风机马达副厂价格 也只要原厂的三分之一 我们五千公里保养 一次马上就到了 一样是那些东西啊 但是但是那个原厂就比较贵啊 接下来要是地宝真的吞败 恐怕只会有越来越多 国际大厂仿效控告 台湾零组件厂将不敢 也不能再做副厂零组件 就连私人维修厂也可能受到波及 没有挂logo的话 那个OEM的厂商它也会卖出去 就是一样厂里面会分两样东西 一个是正厂一个是副厂 它其实只是价格差 但是还是要看消费者取决于 需不需要认证跟没认证之间 业界不能说的秘密 同是MIT工厂生产 只差一张贴纸就被区分成原厂和副厂 再加上台制零组件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 也难怪成为国外车厂的眼中顶 东西南京新闻 洪培语科黄明台北采访报导